那在鏡頭轉回到籃球賽場 摩托說出賽了 在對上台北的比賽總算是出賽了 我們來看看 霍華的復出29分11來板 其實這個得分還蠻有效率 因為上場時間還是沒有很多 不過雲豹還是吞了9連敗 那其實可以看到大家現在還是憂心 第一個Hawar到底你受傷多嚴重 第二個你的狀態調整到底有沒有OK 那現在除了這些情況之外 整個P聯盟還因為疫情來攪擾 甚至可以看到整個兩個聯盟都出現了一些問題 這也是魔獸現代來到台灣第三個月的一些情況 我們知道在2023年台灣籃壇最大事 就是過去NBA的五屆籃板王Doyle Howard來到台灣 剛開始第一場比賽Doyle Howard就帶領雲豹 在延長賽當中獲勝 一開始打獎的第一炮 只不過沒有想到接下來其實最關鍵的 我覺得是Back to back to back的三連戰 他打了第一場第二場之後 第三場主場的比賽沒有上場 結果反而是瞬間引爆了 這樣所謂的一個反彈的聲浪 那當然在後來雲豹球團 雖然也講到了未來的魔獸 只會在主場賽事來登場 不過也看到上禮拜他們在課場 天母啊面對台皮的比賽 打了只有打23分鐘 那攪出非常好的高投籃命中力 29分 11籃板一次助攻這樣的成績 只是最後還是沒有辦法幫助雲豹贏球 雲豹目前的整個戰績在T1聯盟墊頂 距離在他們前面的台中太陽 5勝6敗其實有一段差距 我們之前跟大家不斷的有提示過 在新成立的這一支T1職人聯盟 每年的氣候賽 六支球隊 其實有五隊可以打 那唯一沒有辦法打的 就是墊底的球隊 那Dwine Howard如果沒有辦法 來到台灣的第一個賽季 帶雲豹打氣候賽的話 可能對他的整個身價 對他還能不能回去打NBA 其實可能到時候都會畫上一個問號 當然在1月12號T1聯盟公布的一個最新消息 就是今年的T1聯盟要打明星賽囉 灌籃大賽 2月28號在台北市的和平館 他們要辦明星賽 而且他們明星賽這次的分隊 不是什麼紅白對抗 也不是什麼東西區對抗 他們採取星座對抗 蠻特別的 說什麼土象星座跟火象星座分一隊 水象星座跟風象星座分一隊 這是蠻有噱頭的啦 不過我想Howard一定會 入選到2月28號的明星賽 只不過我覺得重點還是雲豹 有沒有氣候才可以打 當然再講到另外一個話題 小蘭提到最近這個疫情 NBA 我們講到NBA他們所謂的健康的規則 NBA的疫情就是說 你只要進入到健康安全協議的話 你就要進行10天的隔離 而且在24小時之內 兩次的整個PCR的測試是陰性 你才能夠回到球場 是的 那現在台灣的兩個子彈聯盟 應該也是照NBA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個星期我們看到了 包括了高球鋼鐵人 1月14號1月17號的比賽 現在都不能打了 因為太多人陰性了 在1月13號這一天 也看到了台中太陽 T1聯盟的這支球隊 也中獎 現在也中獎 那1月14號的比賽 也沒辦法打了 那我覺得 當然凡事就照制度走嘛 那例行賽季 今年的Plus League打他比較多場 今年Plus League例行賽有40場 那T1聯盟是30場 我覺得重點還是怎麼樣的 把這一個 在符合規定的情況之下 避免疫情的一個擴大 能夠順利的把整個例行賽的 剩下場子給打完 沒錯想要回NBA還是要再加加油 那NBA 懂得是每週都有新紀錄 現在看到這個紀錄蠻特別的 哇 全隊40罰全中 那可能是沒有奪愛好友啦 因為你奪愛好友 可能就不是這種數字了 事實規定都有可能 那看到 這過去啊 這個賽季 發生這個紀錄 真的是相當相當不錯 因為我們也列出來了 過去這曾經發生的 有39罰40罰 24罰23罰 其實40罰只有 哇只有這一次耶 而且之前39罰已經是1982年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40罰那個紀錄 哇是NBA很多另類紀錄 但是這種單場罰球數 真的是球迷比較罕見的 這場比賽其實 看到全場有40次罰球的熱火隊 其實Jimmy Butter 站到罰球線23罰全中 其實他的23罰比對手雷霆隊 雷霆隊這場比賽全場也才21次罰球 21次罰球 對啊 真的蠻扯 不過這場比賽熱火是一個 蠻精彩的逆轉勝啦 因為在最後不到一分鐘 好像他們還落後給雷霆6分 不過就是靠著不斷的製造犯規 尤其是士官長Jimmy Butter 最後壓哨的一個投籃進 而且還加法 沒錯 結果最後就是1分喔 112比111 砌走了雷霆 那這場比賽真的對於熱火來說是蠻重要的 因為熱火要知道在去年他們在整個東區還算是前段班的一個球隊 那可是今年可能最近受到傷兵的狀況的一個影響 他們最近的傷兵真的很多 也影響到他們的戰績 當然我們講到進入到整個季後賽 前6名是保障名額 8到10名要打所謂的附加賽 到這個星期為止 NBA的例行賽季82場 剛剛好已經打了超過一半了 所以對於熱火隊來說接下來 那在傷兵影響的情況下 他們也希望能夠每一場比賽能夠贏 就盡量的贏 那這場比賽當然還有這個小插曲 參加Denman 對 Duan Denman這場比賽 好像被總教練Sportstron換下去之後 不太開心 當然 我們知道職業運動員 他們每個人都有所謂的求勝心 自尊 對自尊 那場上可能表現不力強的情況之下 教練換你下去自己調整一下 可是他可能認為自己 牌子大 還不到下去的時候 結果竟然把所謂的按摩槍 我們平常講的那種按摩槍 現在很流行 是不是業配 是不是業配 有可能是熱火的一個業配 竟然丟到場上 而且還造成比賽一個中斷 不過現在也確定了 這Denman現在要被禁賽一場 而且這個禁賽一場是沒有薪水的禁賽 沒錯 以他今年470萬美金的年薪來說 你一場比賽不打 你就是直接三萬兩千美金的薪水就沒有了 三萬兩千美金就差不多一百萬台幣 台灣上班族都領不到的薪水 你丟一塊按摩槍 結果一下子把一百萬台幣丟到水裡了 所以真的要三思 其實在台灣直籃這兩年也看到 不光是球員 甚至有總經理也是在場上大呼小叫的 真的我覺得很多時候還是要遵守這個遊戲規則 沒錯啊 絕對不會再說就是在說小哈 好不好 那我可以看到 這裡讓我想到是之前奧本3 丟那個啤酒罐 就那個啤酒 敗得很火紅 按摩槍廠商 可能要考慮一下 來跟他談談贊助 好我們現在回來 台台提到我們看到胡人隊 總算有得到胡人隊 我們其實有時候就等到胡人隊 都是那種像老師啊 長輩來看一下這胡人隊 到底有沒有辦法 不過現在看到胡人隊 有利多來了 現在可以看到 睽違20個月 五連勝 上一次連勝是AD的時候 這一次看到照片上 Lobro James 哇 終於回來了 現在可以看到整個情況 慢慢的越來越好 但是還是有一些傷兵 甚至有一些我們講 氣氛的問題 胡人隊本季還真的是走得跌跌撞撞 胡人隊 這個星期雖然是一度五連勝 不過五連勝之後啊 到今天 也就是我們錄影這一天的1月13號 他又是二連敗了 而且今天在台灣時間1月13號 面對達斯獨行俠的比賽 打了2OT 兩次延長加賽 那結果最後胡人隊還是輸給了獨行俠 這場比賽 這個38歲的LBJ 是攪出了這樣的一個24分 16籃板9助攻準大三元這樣的一個成績 他全場打了46分鐘 你要一個38歲的老將 加嗨加嗨 打了46分鐘 結果最後還輸球情何以堪啊 胡人隊五連勝之後又吞下二連敗 而且今天贏球的獨行俠 Luka Doncic 又攪輸大三元 超強 而且今天上場52分鐘 也寫下 Doncic 來到NBA之後啊 出場最多的時間 今天這場2OT比賽真的是蠻好看的 不過大家還是比較關心胡人隊啦 胡人隊今天在輸給了獨行俠之後 目前他們的戰績是19勝23敗 我們剛剛講到NBA賽季進行到一半嘛 19勝23敗 那距離五成勝率還差4場 那目前以胡人隊的一個戰績 在整個西區15支球隊來說 是排在第13名 那這樣子要拼前10名的附加賽 甚至拼到前6名的整個季後賽保障名額 對於胡人來說啊真的難度很高很高 也難怪最近有新聞有預測說 這個詹皇會不會喊出所謂的吹蜜 又要吹蜜了 又要吹蜜了嗎 因為今天這場2OT輸掉的比賽 其實胡人隊全隊得分最高的不是LBJ喔 是Russell Westbrook 拿下28分 但是後衛的這個忍者龜 他今天只有5次的助攻 助攻數比詹皇還要來得少 那你如果大排球線加入 沒有辦法帶來好的一個化學效應的話 那我覺得在胡人的一個經營階層 真的要考慮來做出一些交易了 我們知道在這個賽季 NBA的交易截止日是在2月9號 那現在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那不管要做什麼樣的一個交易 那當然目標就是要打進季後賽 難道要眼睜睜看著LeBron James連續兩季 沒有季後賽可以打嗎 而且可以看到到時候可能各隊都會接到 欸姆斯的電話來招募加盟 或者打給籃網隊嘛 打給KD嘛 問一下那個連勝怎麼拉出來了 胡人隊只要有那波連勝 還是有點機會啦 還是有點機會 只不過機會現在 渺茫 真的要把握住 因為你想想看 在你前面還有勇士欸 所以就是看最後這40場左右比賽 你如何的拉尾盤 沒錯 而且剛剛拉尾盤 現在不只是有胡人隊 一開始打得很好的 現在有一點點好像有點不是那麼好 就是太陽隊嘛 太陽隊比起來也是有氣氛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啊 哇 16勝7敗 唏噓第一 到12月打了一個6勝11敗 哇 差一點點點 這個問題啊很明顯 直線下滑 這三位啊看到 但第一位啊氣氛最多嘛 第二位連頗勞矣嘛 第三位 年輕 不斷年輕的終身帶了 但是領袖氣質被質疑 這三位現在好像遇到了一些瓶頸啊 的確就像小燕講 在整個12月份的太陽隊的戰績 非常非常不理想啊 單月6勝11敗 如果我們從12月28號 也就是跨年前開始算起的話 最近太陽隊的8場比賽 他們只贏了一場 8場7敗啊 哇這個太陽隊這樣子 當然我們必須要承認 就是他們正中包括了Chris Paul 包括了Booker 現在都有傷再生的一個影響 那小蘭剛才也提到了 Dirons Iten 這位過去的這個選球狀元 跟總教練Monty Willis 一直有所謂不和的一個問題 沒錯 我們知道太陽隊在上個賽季 他們拿下了64勝 是隊史最好的一個紀錄 沒錯 也是在上個賽季 聯盟30隊當中 唯一一隊友拿到超過60勝的球隊 結果沒有想到 12月的整個自由落體 現在太陽隊調到了 到今天1月13號為止 太陽隊在吸血盤 第7名了 還好啦 還在8名呢 是有季後賽可以打了 只不過如果照這種 敗的這種速率下去的話 那如果要跌到 跟胡仁隊一樣的位 那太陽隊真的要危險了 那接下來你想說 剛才講到LeBron James 今天輸球也超了46分鐘 那現在Chris Paul 不要忘記Chris Paul也37歲了 保羅船長 那今年一直有腳傷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 如何在接下來的40場比賽當中 能夠兼顧到老將的一個輪修 還有像David Booker 商譽歸隊之後 能不能在得分上 帶領太陽隊能夠打出 像季初這樣的一個戰績 我覺得對太陽隊來說 一定要取得高種子一個順位 要不然以西區這樣競爭的一個情況之下 如果掉到中段種子 或者你會碰上 像是東曲奇這樣的一個 這個獨行俠的話 你可能會像上個賽季一樣 重蹈覆轍 沒錯這個太陽有點暗淡無光 趕快趕快振作起來 比如說這個八強都是一個問題了 好我們進頭再轉到澳網這一部分 沒到過年前後 就來討論一下澳網了 那我們也知道 後面上這個人嘛 去年一秒的關係 我們去年那時候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就聊到這個問題 那當然了 現在目前看到Jokovic 當然會是這一次的焦點 墨爾本之王 能不能插亮招牌 外界都在等著看 那當然去年已經去到澳洲了 但是因為澳洲政府的一個法夾彎 政策急轉彎 讓Jokovic被遣送出境 那今年總算是回到了澳網 來要尋求來生涯 第10座的澳洲網球公開賽的冠軍 而且在剛剛落幕的阿德雷德網賽上 他也是擊敗了對手 美國的Servation Coda 而且是化解對手 一個賽末年的情況之下 再拿下了這個阿德雷德 戰的一個冠軍 在今年的澳洲網球公開賽 看到了去年年底 登上球王寶座的這位 這個19歲的 卡羅斯阿卡羅斯 阿卡羅斯 阿卡羅斯 結果去年的年終賽沒有打 結果今年開季的第一個大滿冠賽 澳洲網球公開賽 現在也沒辦法打 那就讓今年的澳網 就是出現了腳亂了一池春水了 因為怎麼說呢 如果阿卡羅斯有打的情況之下 Nova Djokovic 在去年打的比賽比較少的情況之下 Djokovic會是今年澳網的第五種子 但是阿卡羅斯現在因為受傷退賽 Djokovic被逮捕上去 變成了四號種子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著前四種子至少在四強之前 他們不會碰到頭 我們知道在1月12號 澳網的籤表正式出爐 那今年頭號種子是 Rafael Nadal Nadal現在可能會在八強階段 就碰上去年也有登上球王寶座的 俄羅斯的Daniel Mavadiv 那Sisypas 他在整個八強很有可能的對手 又會是六號種子的 Felix OJ Aliasin 那今年在整個上半部的一個籤表方面 西班牙蠻牛可以說是蠻硬的 第一場比賽就要來面對 英國的小將Jack Draper 也是去年有打新聖誕年終總決賽的 那第二場比賽 有可能會碰上美國的中島布蘭登 Brandon Nakashima 他是去年跟曾鈞欣欣曾參加 新聖誕年終總決賽 而且拿下冠軍的這名美國選手 所以對於整個Nadal要衛免 澳網冠軍來說 其實今年的籤表蠻硬的 那對Jokovic來說 他在整個籤表的下半部 今年籤表看起來 對他挑戰第10座的澳網冠軍 目前蠻多人是蠻樂觀的 不過球不打不知道 還是要等到1月16號 澳網第一天 正式開始之後 大家看電視機兩個禮拜 剛好過年期間 來看看澳網 來配年夜飯 是非常不錯的一個享受 沒錯 那除了男子部分 但女子的部分 哇大阪之美 Osaka 沒有辦法打澳網 但最近也是有一些喜事傳出 那我們接下來這部新聞畫面 來了解一下到底怎麼回事 秀出台爾超音波照片 日本網球名將大阪之美 新年就帶給網壇一顆震撼 但宣布他懷有聲韵 大阪之美和男友饒舌歌手科迪亞 兩人迎來第一個愛的結晶 她也在個人IG上寫下心情 說不認為人生有一條完美道路 如果你帶著好的意圖 繼續向前 最終就會找到自己的路 期待將來有一天 我的孩子看我比賽時 可以向其他人說 我是她的母親 大阪之美曾在2019年和2021年 奧網奪冠登上世界球後 不過近年因為傷勢等原因 成績大幅滑落 從去年9月就沒參加過比賽 整個2022年 她的女單世界排名 都沒擠進前十 這次因為懷孕暫時引退 媒體本來猜測 她的網球生涯可能告終 大阪之美表示會佔別網談一段時間 到2024年就會華麗復出 TVN新聞綜合報導 大阪之美當然可以看到 民氣非常響亮 剛剛我們有談論到贊助非常非常多 但目前剛才新聞上也有說 有可能會佔別 還是有以後都不會再回來了 現在也說不準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 她是非常非常會賺錢的女網球選手 我覺得對於25歲大阪之美來說 是有點可惜啦 那你看她在20歲的時候 就拿下了美國網球公開賽的冠軍 而且那個時候還記得嗎 打敗的是小威廉斯 那她有一項紀錄 在生涯前面四個大滿冠賽的決賽 都拿下冠軍 在她之前有誰能夠打到過 Roger Federer 只要能夠打進決賽 她在前面生涯的四個大賽冠軍 都拿下冠軍 大阪之美達成了這樣的成就 她在澳洲網球公開賽 19年21年拿下冠軍 美國網球公開賽 18年20年 四座大滿冠賽的冠軍得主 但是這兩年先是在前兩年的法網 傳出所謂的心理問題 但是這兩年看到 因為她場外的贊助商說實在真的很多 我們剛才講到她非常會賺錢 光是去年2022年的一個統計 她的整個廣告贊助 這圖卡上講超過5000萬 也有另外一種說法 可能有6000萬台幣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就讓我想到也同樣是在拿過 美網冠軍的所謂的 英國洋城 Emma Raducano 她同樣是拿下美網冠軍之後 好像就有點被這種場外的外物 影響到她場上球技的一個發揮 當然大阪直美我們知道她這兩年交了男朋友之後 整個人是沉浸在愛情的世界當中 那我們也恭喜她 這一次在奧網前傳出了懷孕的消息 要知道2017年 那個時候小威廉斯是拿下奧網的冠軍 才發現自己懷孕 那她這一次是還好先發現自己懷孕 所以就直接不比賽了 我們也恭喜大阪直美 那也希望她就是未來生小孩之後 繼續回到球場 繼續來挑戰更多的不可能 或更多的冠軍 沒錯 那當然也要看到我們這一次台灣的球員的一些表現 那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像是 哇 許玉修 還有像過去我們熟悉的網球王子曾俊昕 現在在這個澳洲網球公開賽 也都期盼著說他們能夠有更高更精采的表現 當然我要說 真的是真正不簡單 我們已經好久好久 沒有台灣的球選手在四大滿貫賽當中 同時有兩個人打進會內賽了 前幾年我們看到有莊吉昇 不過那個時候曾俊昇還沒有進去 那之前盧彥勳很長的一段時間是孤軍作戰 上一次有台灣選手 同時打進大滿貫賽的會內賽已經是2015年 那個時候是王宇佐跟盧彥勳 那現在隔了八年之後 在2023年的澳洲網球公開賽 非常開心看到了許玉修這一次在澳網的會外賽連過三關 打進到了這一次澳網的會內賽 那也看到去年四大賽都有會內賽經驗的曾俊昇也打進到會內賽 我們知道曾俊昇去年不僅是四大賽都有打進到會內賽 那當然在新生代的年中總決賽 意大利米蘭曾俊昇也去打了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看看許玉修 今年跟曾俊昇兩個人都來打澳網的會內賽 有沒有機會在第一輪出現 很巧他們兩個人在第一輪的對手 曾俊昇面對的是澳洲地主選手POPERING 那許玉修這邊則是要來面對Alex DeMineau 那同樣的都是澳洲的選手 那如果能夠順利過關的話 曾俊昇第二輪很有可能就會碰上美國的這個TILOR FREEZ 去年有拿著印第安全1000分等級大志在的冠軍 許玉修這邊如果能夠過了第一輪的話 第二輪很有可能也會遇上美國的發球大炮 John Eisner 所以我們真的過年除了看精彩的澳網之外 這次好不容易兩位台灣的男子選手 能夠打進到澳網的會內賽 也真的要透過轉播來替我們的台灣 來吃光加油打氣 沒錯希望國人都可以為我們台灣小巷來繼續的加油鼓舞 希望他們有更好的表現 能夠在澳洲表現得更加出色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體談新聞 也感謝今天亞歷哥參與 謝謝亞歷哥 謝謝小蘭 謝謝大家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回囉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